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回是我们初次跟George老师合作 所以我们其实很期待这一次的组合 之前也没有什么很明确的规划 说谁谁谁是谁 可是因为之前我跟庆伦都有跟Jenny老师他们合作过 所以我们之间其实已经有一个磨合的过程了 所以这回George老师加入我们团队来助威 其实我们是非常兴奋的 尤其George老师在音乐界里头算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 所以在这一次的环节里头 我们也从中受益 感受到George老师两把刷子 那这也是我第一次跟两位老师合作 做这种舞蹈的音乐 我一开始就先让他们主导 然后就跟着看哪里可以补一下 帮一下 后来大概就懂了 然后就越帮越忙这样子 主要是我们三个人通过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 也成为好朋友了 所以其实蛮开心的 其实这一次跟前几次也渐渐走向这个方向 就是说真的是以合作的方式 而不是一位的只是配合舞蹈这一块来走 我们也尽量跟舞蹈老师有很多沟通 然后再加上我们三个人也是来自 当然有重叠的一些背景 可是基本上我们都是来自相当不同的音乐背景 文化背景 要磨合的东西其实蛮多的 也因为这样呢 做出来的东西也很丰富 我们这一次呢也有相对的空间了 因为与花柱舞蹈剧场合作了这么几年 下来呢他对我们音乐上也是有相对的信任了 所以呢才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去探索 我们想要追求的一些音乐元素也好 包括这次George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些非常新颖 对我们来说在音乐工程这一块 帮助非常大的一个伸缩性 所以这个是我们尊为在做音乐里面 最大的一个心得 我之前跟编舞合作的方式可能跟这一次有点不一样 上次的方式就可能是我们音乐先出去 然后他们就照我们的音乐去做 这一次呢跟华族舞蹈剧场合作 就跟编舞的有多一点沟通 有多一点来回的交流 所以感觉是不一样的 会比较有双方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那如果你们对我们三个人做出来的音乐 有点好奇 想要知道我们三个人碰撞出来的音乐火花 请在八月十一跟十二号 三点和八点在Googleman Art Center的Black Box 呈现这一场与舞蹈剧场的音乐和舞蹈的结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